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28号星期四 现在网上有一种传言 说是美国国会叫停了福特跟宁德时代的一起合作 要搞一个电池厂 这个事我们看了一下 我感觉应该不是真的 这应该是个假消息 因为什么 美国是限制自己的技术往中国跑 但是它不限制中国的技术往美国跑 现在在电动汽车电池方面 宁德时代的技术就是全球领先 可能能跟他比的 也就比比亚迪还有刀片电池 可能他们能抗衡一下 其他的就完全没有 这个对美国来讲其实是好事 所以我认为美国国会 基本上他也不敢叫停这东西 但是的确有 就是总统会让他这样 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福特宣布要投资35亿美元 跟宁德时代合作 在密之根马歇尔建立一座电动汽车电池厂 这个工厂由福特全资子公司 因为知道美国政府会拦阻 福特都说我全部出资 我全资子公司 然后预计雇用2500名工人 福特说这样做将减少 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电池进口 这对美国是好事 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 有过中国特资委员 就专门搞中国 我之前也说过 对吧 他的主席加拉格尔就宣布 说他最近宣布说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 要求福特撤销和宁德时代的 开车电池厂的计划 这个是谣传 这个不是真的 他应该要他补充材料 补充材料去说明 应该不是要求他撤销或者暂停 福特现在当然也暂停了工厂的建设 为什么 是因为罢工导致的 这个应该我觉得不会停 今年三月在宣布与福特的交易之后 宁德时代就公开剥离了所持的 新疆的叫知村里业公司的股份 就是说这个公司强迫劳动 说美国国会为什么认为他是有强迫劳动 有什么证据呢 说你看这个公司的名字叫新疆知村里业公司 所以他肯定强迫 他有新疆两个字 所以当初叫乌鲁木齐不就完了 也不就说这意思 对不对你当初或者你随便起个名字 对你可以叫纽约 对不对 你看新疆 New York 对不对 新的疆域 New York 你现在都要叫纽约 里业公司不就没事了吗 你一定要叫新疆里业公司 然后呢 但是呢就是说他已经剥离了这些股份 到后来发现的这些股份是由宁德时代 在成立的时候持有股权的投资合伙企业 以及在宁德时代旗下其他公司担任 担任领导职务的呢 前宁德时代的经理来购买 也就是说呢 找了个白色套带持着一下 所以现在认为宁德时代实际上还保留了 对新疆里业的控制权 所以就以此为由 认定新疆里业是强迫劳动 因为他有新疆两个座 所以要求福特撤销宁德时代的合作 这个应该不是要求他撤销 应该是要求他再补充材料 来做一个说明 说明他们已经没关系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网络有这个谣传之后 宁德时代的昨天26号的 对国内的媒体进行的PR 他说相关新闻是虚假消息 他说我们工厂的建设正在推进 而且非常顺利 我个人认为 当然现在扑朔迷离 因为现在工厂的确是暂时叫停了 有人说是因为罢工 有人说是国会 我个人分析 我来分析 我认为美国国会最后是不敢叫停 这个东西对美国太重要了 因为现在美国需要中国电池技术 它需要宁德时代 它跟芯片不一样 芯片是中国需要美国 中国需要德国的阿尔麦斯 需要他们 但是电池还有太阳能 是美国需要中国 这个是完全依赖的 所以这个来讲 你相信我 美国国会可能会矫行矫情 但是福特会对他们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会让他们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等他们弄明白了之后 他们根本就不敢 也不愿意叫停这个事情 所以我认为 宁德时代说的没有问题 这应该是个虚假消息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